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呢,我那时候在读初级学院的时候就参加了全国新谣歌唱比赛 那么那时候我还记得我唱的就是《让你也轻轻落下》这首歌曲,参加读唱组 哇,这首歌你挑的时候家里有什么样的怀念吗? 当然我的姐姐潘云是大力的非常支持我唱这首歌曲 然后呢,也非常的荣幸就是能够在这个读唱组为我的学校争光 哇,你看,乌琪贤的弟弟乌琪后来出道 潘云呢,其实也有歌声非常漂亮的黄秀玲这个妹妹 但是怎么没出道呢? 呃,我觉得歌唱嘛,已经有我姐姐在前面,我没有办法超越她的嘛 所以呢,就往其他的方向来发展 实在太谦虚了,黄佳安所有的姐妹们其实都非常会歌唱 谢谢,谢谢 好,那所以呢,当然呢,我们接下来,大家一样的继续保持这五千人的热力 我们把舞台交给黄秀玲 谢谢大家 那么今天呢,是不是感觉到天气非常的晴朗 会不会感觉非常晴朗 会 所以也凉风习习的,对不对 那么刚才呢,就是孟飞船,你们大家非常热力四射的这个 听天都有好心情 那我现在呢,就以比较书籍的方式 来跟大家一起唱这首 《等一个晴天》 谢谢 《等一个晴天》 阳光中风筝断了线 往事吧,落在我面前 那是谁,忘了放风筝握紧一点 捡起了,那年的秋天 阳光中,握住云烟 你给我,风筝和蓝天 那是我,忘了叫幸福,我忘记一遍 感谢你最后的相约 等一个晴天,我们会再相见 你说的,风吹我就听见 笑着说再见,就一定会再见 这些心情啊,就看得到永远 谢谢 希望大家的心情 一样的是他们的幸福 他们的愉快 那花在灯磨我脸 感觉到你还在身边 那时就前回那首温暖一遍 我不自然在昨天 阳光差照亮一遍 那望你微笑的双眼 那是你的粮七天 那是音乐里面可以轻舰一遍 等一个今天 我們會再相見 你說的 風吹我就聽見 跳著說再見 就一定會再見 事情啦 就看得到樓園 有一個晴天 我們會再相見 你說的 風吹我就聽見 跳著說再見 就一定會再見 事情啦 就看得到樓園 因為很想念 每天都是今天 事情啦 就看得到樓園 陽光中 風箏飛上天 你笑著 回到我面前 讓我想到風箏貼著天空的臉 讓愛是今生不斷的血 是的 我們只要耐心的等待 就齊天之下 我們已經等了兩年 今天終於能夠在這裡實體 五千人一起共聚一堂 我們再起漂亮的掌聲來 歡迎我的姐姐 潘瑩